请收看 维新世界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切梦境 永远的缺 此地众生 多休息 无上圣圣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下午我们继续共修 为各位来禅节金刚经 禅节到三次因果 因因果果果果因因 女报不爽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吃好不能 舒服也不会偏差 所以佛陀 为什么讲述这么多的 人世间的硬化 因果论 释述牟尼佛 他是世间的觉悟者 觉悟者 了解到众生 因恶果果 我这个报和赏 所以释迦牟尼佛 也叫佛陀 就开示了三次因果 在当下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因果力的问题 犹如庚子年武汉肺炎 蔓延到整个地球人类 那么多人 死死生生 造成人类的心慌意乱 这个都是由因果所发生的 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都是从天上 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 好不容易才有这个身体 可以在世间修行 可是一些人 贪 生 吃 贪得无愿 想尽办法来 宣爱他人 伤他人 赞他人的财产 和身体的生命 顺势 一些野心者 发明了 武器 战争 战争 伤害他人 被伤害的人 也 自己研发 各种的武器 毒气来伤他人 所以 在过去无量解来 地球 地球那么多的人 发生那么多的战争 都是有运运果果 光中华民族 五千年 改朝换代 就发生了 三千七百六十大小战争 所往事的 军民 究竟有多少 死也 死不清 算也算不完 地球 那么大 也发生了 八百一十六次 大小战争 往事 军民 燃灵 人一旦 受到各种的攻击 打击 死了 之后 人的灵魂意识 不凡 在灵魂界 虚空 无奈地 来来去去云有 虚空法界 所以一年到了 集合过去 无量节 来在地球 过地的战争 过种的伤害 所以到去年 庚主年 武汉的会员 从武汉的花起的 这个会员 续尽 凶蒙 一爆发 不口收拾 爆发到 到处感染 这个感染的速度 无情无相 这是 往死的人 的灵魂不满 再报复 可是人类的疑伤 想尽办法 研究什么 要 要来 抵挡 人类 很少有人 从因果律去忏悔 所以天文煞神 就一直的 发生爆破 唯独 唯独台湾 在前年 几下年 的时候 冬天 王散老祖 开市了 提供 未出神 台湾平安 好过年 美丽维新地址们 好好要修 所以我们的维新地址 开始也不知道 什么事情会发生 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一京大学 总谈 八卦天心 妙年才 前面的维新大道 以宗教法语 分为十五部的神教 公营玉皇大帝 诸天圣神佛菩萨 光将八卦天心妙年台 以宗教法语 整整一天的时间 我们做祈福法会 到了 农历年底 除夕前 才听到世界 在中国大陆的武汉会员 爆发的那么严重 所以在元月十三日 老古师尊 随便开市 在元月十三日 台湾主持圣诞日 我们要在仙佛寺天坛 深谈 来修法 鼓励所有贤寺同修 公送天道经 这金宝来 来回降 给台湾人民 2300万 共同来祈福 消灾化解 结果圆满 所以守住台湾的平安 但是世界的疫情 还那么严重 这个都是有因果的 这一次疫情 那么严重的国家 都过去喜欢打仗 用武力 来侵害他人 的国土 财产 生命 你们可以去研究 这些国家 过去的历史上的 行为 所以才有 这么严重的报复 这几次英国 世界的领导人 从来没有从 英国去环境 忏悔 所以才会有 这个疫情 没完没了 到现在还在半年 疫情的变种 让人类 措手不及 所以以宗教家 的修行方式 黄散老祖 在台湾 创办了 创立了 世界新经宗教 维新圣教 的修行法语 所以老祖 孙春的慈悲 时时在开示 我们要知因 和知果 现在的国 必定有因 那你要忏悔 要怎么忏悔 只有以宗教的修行 法语 恭送 诸经 认真的 诵经 来回向 给 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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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 这样的话 就可以 免除 无谓的伤亡 人 难免会死 但是 我们能在世界上 都一天 一天好 一年 一年好 所以老祖师生 带领着我们所有 维新贤士 以最基础的修行方式 鼓励大家诵经 到今年水陆法会 这一年来我们所公众的经 除了2588万部与外 从去年 去年 年底 阿弥陀佛活蛋 到现在来我们要 完成480万部 结果今天 已经有了485万部 但是接着 四次无常 在 四年前 这国际上的 恩义 我们一起祈福 送经 在送经 结果疫情 就控制了 老祖也开始了 不要以为 控制了就好 还是要继续诵经 所以去年 我们应验了 老祖开始 将有更 凶猛的细讯 会侵袭人类 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 也不敢想 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武汉的会员 来自汹汹 等于是人类的 大考验 所以希望同学们 我们继续送经 是在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不拖累他人 太阳 从早上起来 晚上 西夏 从来没有停 所以老祖 开助我们 修行 不能停 这个是人生 来出现上 最尊贵的人生 一段 而且要忏悔 你无从忏其 只有送 诸经 以送经的功德 来忏悔 来回向 这功德天 最大呀 至于最近 有人 问我说 叔父 武汉会员 会不会停止 我说会停止 等到人类的忏悔 真正的忏悔 去立行 才会停 至于还有没有 其他的 变种的疫情 就很难讲 所以我们在台湾 这个正道 已经正道了 在这一次 武汉会员 大陆的同胞 很多我们的信徒 也很努力的 都在送天德星 而且天德星 送了之后 要回来教祠 想办法 从 垢地寄回来 让我们在 三月 二十六日 水路法会圆满的时候 一起送法船 和天德经 一起奉送 所以经导 它不限人类 不限于品种 只限于有心 没有心 有爱 与没有爱 而已 有爱 依法修行的 必有福报 没有爱 没有觉悟的 必有各种 不同的 业报 恶果 所以老主传给我们的 不是在恐吓 众生的心 而是在 唤醒 众生的心 唤醒 大众的觉醒 这即是 佛所说的 无为法 那么 世间的 法 就是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所以金刚经 跟我们 阐述了 开示了 了了分明 尤其 三次阴果经 就是人的 阴果月报问题 所以 世间有各种 不同的 阴阴果果 我们要注意啊 好 这一节 我们谈到 今生 吊死为何音 上吊为何音 前世 拿了绳子 到山林 有人说 拿绳子 到山林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就 会积了很多的 恶印 恶印 你拿绳子 绳索 到山林 放在那边 有人就会拿去 做各种的 来 伤害动物 伤害到他人的 生命 所以这个 就是恶印了啦 事先上吊的人 很多 上吊之后的 脸像 很难看 手头 伸了那么长 眼睛 掉起来 我看了 莫可奈何 我也曾经 我也上吊走 把他抱下来 绳子简断 送去医院急救 没有笑了 死了 很可怜 还回想 他为什么有这个行为呢 从他入常生活 做人 就常常发生不满 愿天 愿地 愿祖先 你的愿太多了 愿恨的心 太多了 你恨他人 你所恨的人 你也不知道他 过去生 过你的缘分如何 你为什么 会恨他 那么人为什么 要让人家恨你 恨你 这是很大的 哲学 所以我们 维近圣教 信徒那么多 也有少数人的 上吊 上吊之后 事情也没有绝啊 还有的婆媳之间的不可 做活活的 也上吊了 上吊 媳妇 怎么来解 儿子 儿子怎么来解这个套 确实是一件 让人百思 不解的 所以 上吊了 也没有解决问题 也没有解决问题 逼着人 家人上吊了 孩子 主女们 也不会得到什么好报 所以老主 书生开助我们 我们要好好修行 好好练佛 夺找人 夺找人 不要错错逼人 这样的话 双方都会得到 心安和谐的幸福人生啊 祝福各位 情报 娘 bi 娘 娘 Glory 你最大人都